這場呢 真機冊也要來一下了 真機冊就要冊 專輯名稱 精選集是無樂不做嘛 對不對 是 來看看范逸晨在各種狀況之下 他自得其樂 欸 也不能說自得其樂 就是跟別人一起做樂 的樂趣到底在哪邊 好的 先來看一下音樂之樂 這個一定要先講的了 歌手呢 其實雖然范逸晨蠻常常唱唱琴歌 可是自己還是很喜歡搖滾 對不對 那當然啦 玩搖滾 其實心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夢幻的樂團 來看一下小販的夢幻樂團是哪些人呢 也太夢幻了 夢幻 真的 夢幻 主唱是希望找Bom Jovi 為什麼主唱不是自己啊 因為我以為可以找別人啊 如果是自己的話當然是OK 那如果是自己的話 可能Bom Jovi幫我合音的話也不錯 吉他手的部分呢是Joy Perry Joy Perry 他是那個Aaron Smith這個樂團裡面的吉他手 這個是 喜歡搖滾樂的人都很熟悉 都很熟悉 都很熟悉的一個樂團 對 的一個吉他手 那我找他的原因呢 因為他真的 我個人非常欣賞他的外型啊 當然他彈的東西我覺得也很讚 不過以他的外型我真的覺得 哇塞 這麼帥這麼酷 然後吉他彈得這麼屌 真是不容易 其實是以貌取人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如果他真的是走一個偶像路線 也不可能撐到這麼久啊對不對 好 鼓手的話呢 則是要挑選Ex-Japan裡面的鼓手 嗯哼 Yoshiki Yoshiki 他們很可惜 沒有辦法來台灣開演唱會 對 因為他受傷了 因為他真的很讚喔 他的鼓打得厲害之外 他在作曲上面也很厲害 對 他們Ex-Japan很多歌曲都是他作曲的 然後鋼琴也彈得很好 找了這鼓手就不用找Keyboard手了 你看 是站在經濟的 各個方面都要去顧慮到 有有有 好 看完音樂之樂 我們來看一下冒險之樂 聽說原住民都很怕鬼啊 蛤 聽說的 沒有啦 王鴻恩說的 那只有他們自己 因為他們常常在黑暗的時候 看不到自己太黑了 就很怕 對啊 因為住在山上其實 有很多人或是是登山客啊 都會傳一些山上的靈異事件 可是基本上我們就住在山上 其實要碰到的機會應該是非常大 但其實也真的還好 根本沒在怕的啦 好 來看一下冒險之樂 鬼月呢 被強迫一定要到海邊去拍MV 然後又狂風暴雨 這時候小飯你最想要找誰陪你壯膽 你寫的是安傑莉娜球莉還有蝴蝶姐姐 安傑莉娜球莉我可以理解 因為她身手很好 對 在電影裡面身手非常好 一定可以保護我 等一下 你是想要她保護你 還是你想要戒指保護她 以她的身手的話 當然是她保護我 好 那蝴蝶姐姐呢 蝴蝶姐姐那種感覺就不一樣 那種感覺是 她可能會勾起那種男生 保護小女生的那種 就算你是一個很俗辣的男生 可能聽到那個蝴蝶姐姐的聲音 好可怕 還是怎麼樣的話 就會趕快要保護她 就會激起那種男性的一面 兩個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就對了 對… 很可愛啦 再來看一下接吻之樂 我說一件事情 范逸城你這次整個尺度很大 大到嚇到我了耶 就是包括在整個宣傳活動裡面 范逸城就是也跟那個Beginning辣妹 一起泡在浴池裡面 然後去水上樂園宣傳的時候 還跟那個男Fancy就是玩安全之吻 對啊 而且他們的安全之吻 不是壓克力或是玻璃那種喔 是保鮮膜耶 對 你尺度好大喔 你怎麼了 你整個轉性 我沒有轉性 我沒有轉性 那個事情不是我真的願意做的 是公司安排這樣 被強迫就對了 對…那至於Beginning的話 我當然是欣然接受喔 但是跟他們的粉絲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 安排是說 因為他們是一對男女朋友嘛 那怎麼樣 他男朋友總不會讓我跟他女朋友做那個 所以就他來 對 他男朋友來做 那親男生的 因為我覺得有保鮮膜啊 油跟沒有其實是差不多的 親完之後的感想是 比親女生還緊張 心跳非常快 舒服嗎 來不及感覺 就是覺得 就覺得 因為感覺到 OK啦 那個也是嘴唇沒有錯 然後也一樣 也一樣有溫度啊 那就把它當成蘋果派就好了吧 但是眼睛擋開 對方是男生那種感覺 比較好 好 不過如果真的可以去選擇的話 你最想要親的是 李準姬喔 為什麼咧 因為基本上他不是一個非常man的男生啦 所以 可能 在心理層面 還是要挑 娘一點的 你比較好能接受 就比較接近嘛 不能 對啊 挑一個就很壯 很man的 然後又有胡渣的那種 然後 互相扎來扎去 那種感覺 很不好 所以那個 陳志遠就不行 不行啦 不過呢 老婆殺了我 好 我們不要讓你太強迫 你一直去想男生 還是要讓他回歸到男性本色喔 是的 電影之樂 因為這次拍電影《海角七號》 裡面你跟田中謙會拍一場床戲 還是很火辣 不過呢 他真的是你想拍床戲的對象嗎 也只能說是喔 對 都已經一起拍完戲了對不對 也不能說人家壞話 對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自己找合作對象的話 你想要找藤原 季香跟Liz 你都挑身材好的耶 對 對啊 不是要就是 因為如果真的是在拍床戲的話 那 怎麼樣身材活辣 還是比較能夠勾起一些火花跟男性的欲望 但這樣也比較危險 為什麼 因為萬一就是 一時控制不住 什麼意思啊 就是 拍戲怎麼會控制不住 不一定有很多男藝人在拍戲的時候 很咔就咔啦 我會控制 等會有人說咔了咔了 然後一直印在那邊 一直發在你身上 拉住他 拉住他 不會啦 而且也有人喜歡可愛型的啦 我發現你都喜歡拉麵 可愛型的 可愛型的可以拿來 例如說 談個小戀愛的那種戲的時候 對 對 我覺得從戲的話 不管是觀眾或者是男主角本身 應該都會享受 來 繼續生產 好 來看一下美食之樂 我覺得范一誠其實心機也蠻重的 就是說如果有那個女僕餐廳開幕了 很多女僕店在裡面當服務生啊 就是穿著女僕的服裝 那要跟誰去呢 他特別找了兩位 話很小的 盧廣仲和蕭敬騰 其實你是想看他們的反應對不對 沒有啊 這不是美食嗎 怎麼其實是美色之樂 怎麼會是以這個女僕為之 那你應該要找阿基師或是詹姆士啊 對啊 可是他特別強調是女僕的話 因為我發現 其實我在一開始發片的時候 大家也就覺得說翻譯成話很少 然後很含蓄 很害羞 但我發現 就是最近有兩個新人 他們也是 就是話很少 然後也特別的害羞 尤其是盧廣仲 我跟他上過一次節目 然後他整個 就真的主持人物話 然後拿麥克風 然後這樣 不知道 因為他也有來上過我的節目 對啊對啊對啊 非常可愛 不知道他們到了那個女僕的餐廳 好 但是我一定要告訴你就是啊 你不用擔心 你真的比他們兩個好很多 真的嗎 你們三個有聚 就是你的話有比他們多 沒有 那是因為我已經出道七年了 慢慢的就是可以 可以比較敞開心胸跟大家分享心中的心事 我想過七年之後 他們兩個應該也會不太一樣吧 好 敞開心胸呢 不只是在於跟大家分享 翻譯成的無樂不作 各種狀況之下的作樂 當然也要跟大家分享他的音樂啊 今天其實很多題都是比較搞笑的啦 因為他話比較少 我們要勾緊他講話的欲望 那最後呢還是要唱新歌來跟大家一起做分享對不對 這首新歌就是剛剛一直有聊到的 有讓歌迷朋友們許願啦 然後有很多願望可以實現 節目的最後我們就來欣賞許願這首歌好不好 一起來欣賞 歌迷宮 許可語音樂 微笑著 還和誰在擁抱呢 許容冰冬融化了 我和你的手牽著 陽光一樣的溫熱 淚水卻是甜甜的 雨在空中狂欢着 眼前出现其中色 是你让我不知不觉 开始有了改变 可不可以陪我白天到黑夜 许个愿爱会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害过天空的瞬间 说不出口的那些话 你听得见心跳证明这一天 许个愿你也会一直的在我身边 昨天明天微笑的脸 听着注定这次爱的冒险 承诺了一切誓言 永远都不变